哦,我認為主要是說,要被鋯鳴了 上個月,我被鋯鳴給了 是呀,我衝了紅燈,但跟著我怎樣 有沒有傷到人?有沒有死人? 雖然這件事是犯法 但是這件事是不是不道德 或者是很壞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所有事情 都像童話故事那樣黑白分明呢? 是不是好人一定只有好的一面 壞人就是只有壞的一面呢? 無法刺激電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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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我看到家人在哮 或者說 祝福已經成功了 這是我像一場比賽 在北方非常孝順的媽媽 對她的老婆也好 當然他和外面可能有情婦 但是對子女很疼愛的 自殺呢 其實我覺得原則上不是很對的 即是他想死 他死不去 你才能告他 那你又要罰他 因為他自己想死 即是我覺得是 不是很合邏輯 但有些罪人是不在照片裏面的 去外面的 治療行動的那些都是罪人 但是他們不是因為做過一次兩次幾次可能是壞事 他們等於是一個壞人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處於好和壞之間